还记得前几年火爆的这根香蕉吗 这根香蕉居然能是艺术 还在艺术博览会上卖了12万美金 但是却在现场被人吃掉了 香蕉是艺术已经够让人吃惊了 可是你们知道吗 吃掉这根香蕉的行为 可是更厉害的艺术哦 你没有听错 吃掉香蕉居然也可以是艺术 谁还不会吃香蕉了 吃香蕉的是艺术家达图纳 但是他吃香蕉还真的不是乱吃 因为他是真正懂这根香蕉的意义 而他吃香蕉的时候 画廊的工作人员之所以这么冷静 也是因为他们完全都看透了 达图纳想做什么 整个故事中的两位艺术家和画廊 三方彼此交锋 他们到底在玩一场什么样的游戏 围绕着这一根香蕉的神仙打架 就此展开 想知道这场精彩的对决 背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吗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艺术金钟照看完整的细节哦